简直就是一個香草大餐 哈哈哈哈 蛋白是一個關鍵 就是你打得好不好 決定它蛋白膨的程度 加上因為我們有加入海藻糖 所以本身蛋白它的保濕性 跟它的打發性它會比較穩定 不會很快就消泡這樣 香草條的香氣跟香草子的香氣 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會比較清香啦 你看 對啊 我把它切一下 真的很鬆軟 真的 裡面軟綿綿的 對阿 我把它切一下 可是很香氣很重 它也是有這個香草的味道 都是用香草的味道 天然的香草夾 把香草的味道拿出來這樣子 簡直就是一個香草大餐 哈哈哈哈 哈哈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